美国总统拜登退出2024美国总统大选后 首次和副总统同时也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同台 虽然这场活动是白宫办的 但现场气氛像是竞选造势场合 拜登和贺锦丽两人一起现身 可以明显感受到这是贺锦丽造势独有的活力和能量 贺锦丽先发言但也因为现场群众太热情 她的谈话多次被打断 贺锦丽称赞拜登是非凡的领袖 现场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停 喊着谢谢拜登 拜登加油 拜登也公开替贺锦丽背书说 她会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 our extraordinary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he's going to speak in a minute but there's a lot of love in this room for our president and I think it's for many many reasons including few leaders in our nation have done more 今天这场活动主要是宣布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首次和制药公司进行的价格谈判 让十种处方药价降价38%到76% 贺锦丽也说两年前 她在参院投下决定性的一票 让降低通膨法案可以通过 和拜登同台的贺锦丽 展现出对拜登的尊重以及忠诚 两人仍然是一个团队 而这个任期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贺锦丽如果当选她会接棒 TVBS新闻家辉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